剪纸 特别是其刀法独特自成一派 被国家列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广灵剪纸在民间以自发形式出现 多件底样新样花样窗花以及其他形式剪纸 随着时代的发展 广灵剪纸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民间艺术家张泰明创造出了刀刻宣纸品色点染的广灵彩色剪纸 其工艺复杂色彩绝丽 从设计到成品要经过刻样新样大样刀刻分离点燃等几十道工序 而其中的多层剪纸更是美轮美幻 呈现出立体效果 成为中国民间剪纸三大流派之一 目前广灵县积极发展剪纸文化 努力打造品牌 使其由传统作放式机营逐渐向集约化成产转变 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一条新途径